經過師傅加持的時候 他跟我說是一個兒子 所以我就讓我婦產科醫生知道 婦產科醫生說 我都未照顧 你頭一個月你就知道 婦產科等到四月來照顧的時候 他說真的喔 真的是你說的 是誰跟你說的 我又說我是有拜一個師傅 所以那個師傅就跟我說了 在2018的時候 當醫生宣佈我成功為孕的時候 其實我很開心 但同時間他都給我知 我的子宮裏面有個混合的育膏 對於我為孕同時的話 又比較有風險 但這樣的情況對於我來說 是很掙扎的 初初來找我的時候 我都有些壓力 為甚麼呢 因為有些東西你可以相信 未必要了迷 因為這種是關於人命關 當時你來見我的時候 我就用我的風色來靈空 問過這裡的大臣 結果這個嬰兒有危險的數據有多高 我本身打算是不會去到 但我相信師傅的加持 和我的信念 因為醫學來說 不一定我去到是有風險的 反正風險都是五十五十萬 醫生那時候少少後跟我說 因為你都可以知道聖便 不如你問分你的師傅 是不是去到了 所以我本身當初 我要用神通來對測 本身發生沒有發生的事 而以後發生的事 因為其而我要遺孕 這個小朋友 生這個嬰兒 都是很大的冒險 不過我都會用很大的精神 和工作的努力 去幫你製成一個幸福 過程中 我不斷地在這裏幫你唸經 原因上我很喜歡垂起 幫助別人的幸福 所以我會加強我的工作 在這裏 保佑成功生落這個嬰兒 實際上都是一個佛願 所以我又保佑給他 所以其實我認識師傅 是有一段原因由開始的 我本身自己 會經常夢到一些比較特別的夢 所以不同的東西 我都可以夢得到 最特別的是我夢到一次 一個男生 瘦瘦的頭髮長長 但是面容是很溫和的 直到我去到一個書局的時候 我分到一本雜誌 風彩雜誌 我又認到裡面雜誌的人 就是甘口師傅 就是那個我夢到的人 通常夢到我都是一個吉祥 我都是吉祥物 這樣他本身 因為前世今世都有緣 他幫這個甘口師傅 或者是這個四年神 都很有緣 所以由朝來去見到我 這樣他一定有一個緣 為什麼呢 他移到我之後 他本身因為有些事情 未解決 我們幫他解決了 我可以說是 防空化吉 所以其實我真心 和很衷心地 感謝達到 今後師傅 讓我創造奇蹟 順利地等下一個 很健康、很活潑的男嬰 我本身 在社會中 我不斷地努力 幫助社會大眾 所有一切的眾生 我祝福大家 事事如意 平安 人員 剪辣 你 。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